朋友,彩虹学了解一下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长期混进的动物办组织里呢 最近出现了很多带有彩虹学三个字的帖子 发帖人呢一般自称科学家 那么彩虹学是什么呢 其实啊这就是一门研究周杰伦、侯佩岑、昆林三人恋爱纠葛的学科 科学家们都有着练文胡克一般的敏锐授觉 福尔摩斯一般的推理能力 擅长挖掘各种蛛丝马迹 推理三人的恋爱心理轨迹 那为什么被称为彩虹学呢 其实啊在我之前的一个视频中有提到 就是因为昆林在9月份发了一张彩虹图 随后网友发现这张彩虹图是两个月前侯佩岑就发过的 之后呢昆林成亲这张图呢是建商发给他的 周杰伦也转载了昆林的成亲 然而科学家们有一个推理 他们认为啊是周杰伦偷存了侯佩岑的彩虹图 而昆林不知道 所以不小心将老公存的毒发了出去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件事之后彩虹学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呢 彩虹学现在有三个主要的分支 第一个分支就是周猴过期堂学 顾名思义啊 就是在各种史料中寻找周猴双箭头或者周单箭头的痕迹 其二就是昆林行为学 研究昆林的各种操作背后所隐含的深意 第三个分支呢是原创诗词学 是一批非常有才华的科学家们 以彩虹学为灵感 作诗作词 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来想讲前两个分支 首先周猴过期堂学 我们先来看看与周猴相关的歌曲及影视作品 2005年猴佩岑在金曲奖表演了一首复古舞蹈 当时呢周杰伦还在下面为他鼓掌 第二年周杰伦就写了《迷迭香》这首歌曲 大家评一评着歌词 关键词 舞蹈 那么现在再来看看这步景 钢琴 布谷 服装 哇哦这也太多match了吧 所以科学家们认为《迷迭香》这首歌呢 就是周杰伦写给侯佩岑的 而后呢周猴在2006年分手 2007年周杰伦为陈玉逊写了一首《淘汰》 我们再来评评这个歌词 《迷述》里的剧情 《迷述》里面提到罗密欧与朱丽艾的爱情故事悲剧结尾 有那味了吧 By the way 周杰伦的儿子叫做罗密欧 再来呢就是歌曲《大笨钟》 大家记住这个画面细节 出现了《Notting Hill》这个避凌 还有这一句歌词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 2013年侯佩岑发的一条微博 里边就提到了《Notting Hill》 而且还提到了电影欧 嘿嘿 有意思吧 如果说前面这三首的分析 都有点捕风捉影 那么周杰伦2007年出的《我不配》 就是全网公认的写给侯佩岑的歌曲了 首先呢 2007这个年份正是周侯分手后一年 MV里面还出现了金马奖的画面 而这一届金马奖 就是周侯热恋的那届金马奖 当时在金马奖中还出现了周侯远距离互动的画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女主的打扮 戴着粉红色的鸭舌帽 非常有侯主播当时的style MV的最后呢 男女主分手 屏幕上还打出了一句话 如果你不是周杰伦就好了 而周侯分手啊 就是因为周杰伦太红 两人不堪其让 在我不配的MV中啊 还有一个画面女主角抱着一只太迪熊 朋友们太迪熊在这里是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据说侯佩岑最喜欢的就是太迪熊 我呢没有找到任何的直接证据 不过有一些资料可以作为间接证据 侯佩岑出书时周杰伦送给他的这个花篮 上面有两只小太子 侯佩岑呢曾经在一个节目中 说过自己非常的喜欢小熊 然后我刚进去我就觉得 这熊真可爱 我就买了很多放在我的书桌前面 那我的室友也没说什么 就有一天晚上大家就出去了 然后就觉得 Patty你为什么还不去 我都去哪里 他说烧熊啊 就是因为每个人把那熊买回家 都要这样吊着 你就看到在比赛之前 很多人的书包后面都会吊一只熊 就是把那熊先折磨完之后 在比赛前一天我们要有一个火银 然后就是丢 把所有的熊烧 你笑真的很幼稚的 我们都没有烧武士 你们烧什么熊啊 结果你是买那些熊 要是我我也会 就很可爱 把他们穿好衣服 打上啾啾 对很可爱 所以我都没有掉 他们后来我是有坚持 不行就把我书桌上所有的熊 我有偷搜一只在抽屉 因为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他就把你的熊拿去烧掉了 还有他的一张微博照片 曾在桌面上出现 泰底熊元素 2004年10月份的 无以伦比演唱会 周杰伦在钢琴上 放了一只小泰底熊 而两个月前 周猴在访谈节目中相识 周杰伦的歌 疯的MV里 最后的一个场景 周杰伦戴着戴观山 他俩被拍到时的那顶帽子 而在这张照片中 女主也恰好抱着泰底熊 这么多的巧合 供大家细细品味 而一旦接受了泰底熊 代表猴配层的这个设定 我们来看看泰底熊出现在了 周杰伦的多少歌曲MV当中 听妈妈的话 爱情废柴 不该 彩虹这首歌啊 有一句歌词 这里的口罩是不是显得特别的突兀 那我们来看看我不配的MV 这里呢大明星周杰伦为爱躲避狗仔 戴着口罩 这下你明白口罩是什么意思了吧 彩虹这首歌里也有彩虹两个字 彩虹彩虹图 也太巧了吧 有科学家就猜测啊 周杰伦存下猴配层的这张彩虹图 正是因为看到彩虹 想起了自己为猴配层写的那一首彩虹哦 说完了歌 我们再来说说电影 首先呢是2007年 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 不能说的秘密 里面的女主角陆小语 有着哮喘病 而且非常地喜欢搓男主的脸 诶 巧了 侯佩诚啊 也有哮喘病 这是我气喘药 你有吗 我有气喘 对 我有气喘病 就是一定要随身带着 而且人也喜欢搓别人的脸 这样很好吗 这个 怎样 暖昨天 他以前是那个 什么样 乱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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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丁军 黄丁军 有debut 据说呢 侯佩诚的小名叫小鱼 小鱼 小鱼 嗯 再来就是周杰伦的第二部自编自导电影 天台爱情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周杰伦送给女主的墨镜 好看 那送给侯佩诚的墨镜真是太像 可以带到 真的不好意思 而且这个演员的造型就非常像侯主播早期的造型 再来看电影里 周杰伦的兄弟喊女主角大嫂画面 2 3 8 也与周杰伦现实中的兄弟团 男权妈妈上侯佩诚节目喊他嫂子的画面相对应了 周杰伦在电影里对女主说的这番话 我们天天都看到 现实中 他也对侯佩诚说过非常为周杰伦的音乐 哈哈哈 手势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你有些手势 哈哈哈 我觉得这绕舌其实应该是更多学习 哈哈哈 对 应该因为每天都看到你很开心的在主持节目 在看电影中这张两人坐在复古摩托上的截图 哇 这是不是太巧了哟 重头戏来咯 天台爱情的结尾 男女主中年时再度相遇 你们看女主中年时的演员傅义伟 长得像不像侯佩诚的妈妈 男主中年时的演员江大卫也与周杰伦长得十分的相似 再搭配这条新闻服用效果更佳 天台爱情开拍之初 迟迟未定女主角中年时期人选 当周杰伦看到傅义伟的照片时即表示 我知道他就是他了 我先哭为敬了各位 看完天台爱情 我们再来说一说截词笔这个大的知识点 周杰伦呢从今年初开始就多次自比盖茨笔 他的对面企图重新追求Debbie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彩虹图 昆凌提到夫妇俩在信义怜情看房 这两栋建筑物呢就是信义怜情 我们再来看看侯佩诚在自家窗台前拍的这一系列的照片 看看这些细节 妈呀这信义怜情不就是侯佩诚家的对面吗 盖茨笔加对面又对上了 看完了歌曲影视作品 我们再来看看Yings上面那些周侯的巧合 侯佩诚在今年9月2号发帖揭晓情人下课 而前一天周杰伦连发三条都提到了等你下课 2019年的7月2号侯佩诚发了一条关于扭蛋的微博 同天周杰伦也发扭蛋 2019年12月24号侯佩诚发了一张平安夜的全家福 周杰伦呢在隔天就发了一条关于爱情废柴的帖子 而爱情废柴是他在三年前的老不存在宣传的可能性 爱情废柴这首歌在聊泰迪熊的时候我们就有Q到了 然而其中周侯的元素可不止泰迪熊哦 你们来看看周杰伦手上的这枚戒指 其实是周侯相恋时的情侣戒 相隔数天 也发出了自己的全家福 大家看看周杰伦身上的这条红色鸽子衫 2019年的情人节侯佩诚发了这样一张图片 来到2020年的情人节周杰伦就发了一张他女儿的照片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感觉挺相似的 而女儿又常常被称为爸爸的前世情人 周杰伦经常为一个名叫PHLOVE1220的博主 点赞转发PH就是侯佩诚英文名Patti侯的缩写 1220也正是侯佩诚的生日 大家在看这个粉丝的印象 大多都是周侯相关的帖 是不是 2010年圣诞节的时候 刘更宏曾给侯佩诚留过这样一条言 这语气你们觉得像谁 2011年侯佩诚婚礼之后 刘更宏又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 里面出现了周杰伦 像不像是心爱的人结婚之后 找兄弟诉苦的那种剧情 侯佩诚婚后一个月 男权妈妈的蛋头 还在微博中提到了猴鸟姐姐 这里的猴鸟姐姐呢 也被指说的就是侯佩诚 随后她还删帖 让大家不要转发 有点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好嘞 周侯的过期堂呢 我们就嗑的差不多了 现在来看看第二个分支 昆林行为学 昆林行为学中呢 最出名的当属就是彩虹图事件了 其实这件事啊还有后续呢 侯佩曾出面回应彩虹图事件 最后还说美图共享 随后呢昆林就发了一个新印象 大家看角落 竟然有一个美图的logo 而此前昆林的图片 从来没有出现这个logo 科学家更是指出 这个logo想要截掉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昆林偏偏要把它留在照片中呢 她是不是有别的生意呢 大家注意看看她的指甲 是法式美甲 而法式美甲是侯佩诚的最爱 网上有一大堆图片 侯佩诚做的都是法式美甲 还有一个巧合就是侯佩诚 曾经发过一个gossip girl的截图 里面配文怀旧一下 随后不久呢昆林也推出了同款 gossip girl怀旧一下 interesting 前面我有提到侯佩诚的生日呢 是12月20日 而在2018年的12月20日 昆林曾为周杰伦送上生日礼物 而周杰伦的生日则是在1月下旬 2019年侯佩诚生日的时候呢 周杰伦去了戴观山 而戴观山就是当年他俩被狗仔拍到的地方 周杰伦发了一张他独自坐在咖啡桌的照片 似乎是要把对面的位置留给什么人 之后呢周杰伦删除微博 一日后重发 这一次重发呢他就at了昆林 昆林也去了戴观山 在周杰伦对面的位置拍了一张非常类似的图片 但是被科学家挖出 两人拍照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时间点 大家看一看这个阳光的方向 还有这个黄色的小亭 就可以推测出两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拍的这些照片 所以啊科学家推断 在侯佩诚生日当日 周杰伦飞往戴观山拍照片 怀念侯主播 被昆林发现 昆林也火速飞往戴观山 破除周杰伦怀念侯佩诚的传闻 随后呢昆林还在侯佩诚之前拍照过的红色建筑物前 也拍了一张照片 被指示在内涵侯佩诚 根据史料记载 昆林曾经在节目上讲述周董求婚的过程 是在一家餐厅 然后对 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而且我原本没有想要去吃那一餐 因为我很冷 我就觉得我想睡了 然后她说不行啦 知道我们一定要去吃这顿饭 可是我很想睡觉 她说那你随便乱穿 你就这样穿去餐厅吧 然后我就去 但是我们再来听听侯佩诚被求婚的过程 餐厅女方不想去 昆林还在节目上说过周杰伦理想的结婚地点是悬崖边 而侯佩诚的婚礼地点恰好就是悬崖边 嗯 学了这么多 你有什么感觉 来 打在公屏上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就跟阴谋论似的 没有什么能把人钉死的无敌大实锤 但是深挖起来各种巧合细节太多 让你觉得 嗯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哦 可CP这种事呢 讲求的就是圈地自谋 所以如果你看得开心 自己磕一磕也无妨啦 那么今天的彩虹学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废了吗 谢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那么不如顺便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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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